来看一下这四台车 爬这个坡 我们的一号选手 先来试一下 我们二号选手 六区均卡 这个底盘的话 是原侧的车桥 没有改的 只改了金属 传统轴 把声音关掉 它只能爬一小半 因为它那个中条 容易翘起来 这个车呢 还有什么问题 那开关有点问题 它应该也能爬到一半 然后我们来试一下 三号选手 乌腊 可以看 往这边移一点 三号选手 他也只能爬到 第四位选手来 破流来了 急速打 走起 他这个轮胎我感觉还抓地一点 但是前轮的话是没有粘的 有点打滑 这个轮胎爬这种坡的话比较可以 但是总体的感觉的话 就是和这个LC80差不多的 他这个胎比较容易适合 就是爬这种坡 这个没有拖杀的 顽皮龙的那几个车 全是用的顽皮龙的控 他带拖杀功能 大概也就这样 接下来看一下蟒牛999 1比10的 爬这个坡 看一下 他这个有装了备胎和行李架的 重心比较高 看一下效果 已经翘了 不到车的话会翻车的 爬不上去 只能爬到这个样子 已经翻车了